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就是有關於摩克斯的經營的部分 你會發現不管你加入我們先以台灣的為主 就是你不管加入哪一個這個摩克斯的課程 因為你有用email 所以他都會寄一個這個東西給你 就是所謂的電子報 然後告訴你說有什麼樣的 你看像最近我就收到了溫泉養生對不對 因為已經進入秋天了嘛 就有老師開這種課程啊 這樣不是也很好嗎 讓你知道說有一些這樣的一個內容 那你看這是正修大學的 正修科技大學的 那他呢以Share course這邊來講 他就是通常還會給你附上一個跟課程相關的小知識 小知識讓你也可以長知識一下 那麼另外我們看一下右手邊這邊 這個大家是不是都去慾網對不對 Ewant 你看它叫Ewant報 他會報給你看 最近你看六週就可以學所謂的西班牙語 有沒有還有什麼悲瓜課的日語啦 像這些 他都會有像這樣告訴你 那麼另外呢KOSWA這個 他也是一樣齁 你有登錄了之後這國外的 他就會寄 因為他會根據你瀏覽的紀錄 根據你有興趣的 他就會寄一些 可能你覺得看起來跟你曾經看過課程比較接近的 他就會把這些相關課程寄來給你 告訴你說我有這些課程 那你看看對岸的 對岸的也是一樣 有沒有一週新開課程早知道 所以你這樣子新開課的時候你就不容易錯過嘛 你看像我們剛剛一進那個摩克斯的入口 只看到寄生蟲 因為只有那門課而已 你是不是就覺得哇心都涼一半了 來錯地方了對不對 所以像這樣子其實你的學習資源就多很多 那這是第一個我們所看到的他經營的部分 那再來呢因為我們摩克斯他會有所謂的測驗的部分 測驗的部分 那因為現在各位都還沒有可能有的剛加入 所以你大概還不會收到這些通知 很多他會在每一堂課完就會有一個什麼 小測驗 小測驗 那比如說您看這裡 你看像我最近加入這個寄生蟲 你看我有加入有沒有 他就跟我講 時間小考測驗到這邊 那要記得去測驗喔 然後呢從這裡 這個有沒有 這裡也有 他就說跟你講一下 採集的方式 這是一種方式 那另外呢摩克斯的經營裡面呢 還有一個是這一種的 作業的 也就是說測驗是一拍兩正點嘛 對不對 反正就只有選擇題 選擇題 可是呢 作業就不一樣喔 比如說像 這個 黃陽明老師 這個 黃陽明的這個帶你打土匪 這個是宜蘭大學的 宜蘭大學的老師 他這個也很有意思啊 他其中的就叫你要交作業啊 對不對 其中的報告啦 然後作業 另外呢 人餘餡的 這個是肌肉的 結構的 他叫你拍照 擺姿勢的 看肌肉結構 所以很不一樣吧 跟傳統的 可能上課的方法 嚼嚼作業的方式 都蠻不一樣 當然 這兩種方式 但是最大的缺點就是老師必須要人工月券 沒錯吧 所以很多時候呢 我們會發現 用這種的比較多 因為尤其是熱門課程 我們平常一門課 你們平常修的一門課 大部分最多同學 大概幾個人 通常是通識課吧 對不對 因為通識課是對全教開的吧 如果是自己系上的課通常大概點多60個應該就算夠多了吧 可是如果是通識課也許會有比較熱門的一兩百人有可能 那你要知道 摩克斯的課程 熱門的幾百到上千都有 你叫他用這一種 學校要很鼓勵才有 不然老師觀看這些都看累死了 好 那再來除了這種用還有沒有別的 有 請看這邊 摩克斯如果是屬於標準的摩克斯 他還會比較強調這個同才顧品 所以如果是 像剛剛這種作品類的 作品類的 可能你就會需要說 同學你需要怎麼樣 去看看別人的作品 然後互相評論一下 給點意見 給點意見 另外呢 也有可能需要填一些問卷 填一些問卷 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我們今天結束的時候有問卷 在這裡 各位剛剛進來之後可能沒有特別注意 在我們這裡 往下走 也沒有看到我的問卷 連結有沒有在這裡 所以不要再填紙張的 我們現在都在上面 那你待會兒呢 上完課之前 就是下課我會留一點時間讓各位用 你填的時候呢 來這邊 填了 你們以前填問卷 都不知道 別人填的怎麼樣對不對 都只知道自己的啊 我都有開放 反正這不記名的啦 所以沒有關係 這樣了解吧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一下摘要 大家對於活動時間的安排 滿不滿意有沒有 反正這些都是公開的 這樣大家有沒有比較平等一點 OK啦 所以等一下呢 這邊 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在摩克斯的經營上面 他有這幾種 有這幾種 就是所謂的測驗啊 或者是他課程經營的方法 那事實上這個題目 我上學期就已經先定好了 所以其實這段時間 我都是在 做摩克斯的一些課程的學習啦 所以我會收到比較多這些 摩克斯經營的一些 那個訊息 那麼 摩克斯請問 可不可以有 證明 有 因為這個是 浴網跟台灣live這個平台 他推出就是 你真正有參加課 你想要有那個學歷證明 就是學習的歷程啦 學歷證明的 你可以來真正的怎麼樣 去報名他的課程 那他就跟你真正的考試 所以這算比較特別一點 比較特別一點 所以 如果你有需要的 其實 也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可是呢 這個地方 因為他需要什麼 人力嘛 所以這個就是必須 屬於付費的 現在國外也是這樣子 有一些就是說 你在線上選課 不用錢 可是呢 你要我提供 你有學習的證明 那這個時候他就是要收費的 就是要收費的 所以 我們先從台灣的來看 你可能會比較清楚 因為做法基本上都一樣 所以他就 找了一天 讓大家都去考試 所以你看這裡的課程 有沒有發現他針對不同的 不同的那個 有沒有 包括什麼管理百寶箱 楚漢之針 清理學 像我們剛剛的人魚線 像這樣他就是 一起考 反正就看你是哪一個 是哪一個 這樣對於 摩克斯的這種經營的方法 有沒有比較清楚一點 可以齁 好 那我就先把畫面還給各位囉